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讲到了青花就不能不讲宣德 明朝的宣德皇帝 宣德皇帝他本身是个艺术家 而且那时候国家处在一种什么人宣之治 他祖父永乐大帝把天下平定 然后郑和当时六下西洋 把所有最好的 我们当时产的最好的瓷器也好 茶叶也好 丝绸 销到了国外 同时接着这种丝绸之路 也开创一个什么 一个地缘政治的一种 宣扬国威了 简单讲就是宣扬国威 而且把异地 把中东波斯或者西亚内带的比较精华的产品 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个苏玛黎青的这种清料 就固兰料当地产的最好的 运回我们中国 而运回中国之后呢 而且苏玛黎青在中国落地生根之后又发扬光大 因为苏玛黎青必须要配合我们江西景德镇的这种 所谓的高领土 高领土它可以耐高温耐到1300度以上 有的人说 为什么它在波斯或者是 不管是在现在阿富汗也好 伊朗也好 它的原产地为什么做不出来呢 对不起 因为原产地它的那种态度不属于高领土 它的耐高温度不会超过900度 绝对超不了1000度 所以它没办法词化到这么漂亮 所以它什么事情 什么东西要跟什么东西配 这是固定的 有些时候你就一好没有两好 我们借着这个正和江西亚 就把这个两好给它配起来 就是match起来 所以造就了这么一个什么 清花瓷器上的一个最辉煌的时代 那时候国力也最强盛 经济也什么 搞到一个顶点 所以宣德皇帝他可以大 就是说 宣德当时的一个瓷器 尤其在清花瓷这个领域上 几乎是后世无人能及 我们今天这个罐子 我先给它定个名字叫做壮罐 因为它有宣德款 大名宣德联制款的壮罐 它是宣德 清花先把大方向定 所谓名宣德 清花 清花什么文字 接着除了讲它的类别之外 接着就讲它的文字 是所谓诗文 因为两只诗子 这非常稀少的 各位 宣德的龙文反而多 宣德龙文曾经在宣德八年 就公元1433年 大名会典上也都有记录 一次它下御址 烧照什么 443500件 是吗 龙凤文的瓷器 龙凤文的就是诗文3500件 可是你有没有查到 诗文 诗文的没几件 具体多少件 我们也不知道 反正一般在房间看到 非常少 博物馆里面都凤毛麟角 所以宣德的诗文 异常的珍贵 宣德的诗文 当然延后到后来变成什么 成化瓷器上 尤化尤其是成化的 那个斗彩瓷器上 的一些文字 一些艺术类的 不管是会飞的 或者是多半都带刺 你看成化皇帝的 有点卡通卡通的 可爱可爱的那个样子 它都是什么 事实上从宣德就开始 然后再加上成化皇帝 她的万贵妃之间的 这种特殊情感的酝酿 而造就了一些什么 特别有童趣的一些 不管是阴系图 大家阴系图 她这么喜欢阴系图 这么发达 是不是要配合一些小孩子 有些童趣 包括成化的那个写款 都带有童趣 还成化的那个益寿 不管是龙文 凤文 或者是诗文 或者是那个海马文 它都带一点这种 这种所谓的 有点卡通了 就带一点这种童趣 与中国的说法 这是童趣 从这个诗文身上就看得到 当然是这个诗文 还是看得到 永乐宣德时代 永宣时代 那种霸气的诗 而不是完全能卡通 但是有一点点 那个味道 倾向说 所以我们研究什么东西的时候 它的脉络 我们要先掌握清楚 而且这个瓶子 这个状况 已经很有画意了 就是已经有趋近于 那个成化皇帝的词迹 尤其成化窦彩 不是在书上记载 有记载说 它的什么 具有画意 就是成瑶 是吗 成瑶五彩 成瑶的五彩 具有画意 就是它其来有致 它有这样的一个源源 我们再讲到 回归到这个本地 这为什么称为壮观 你看它这个体型 这个肚子这边 是直筒腰 看起来壮壮的 然后口径跟底径 又差不了太多次 差不多大 整体给你感觉 就像一个小钢炮 炮弹一样 结实 加上你看 它这个接接的 这个宝珠顶 盖上的宝珠顶 就像一个小炮弹 那种感觉 所以叫做撞 撞 有的人说这个气型 可能是从中亚西亚 那边传过来的 但是据我看 那个耿宝山先生主编的 那个北京故宫的 民粗清花旨 民粗清花旨 他便没有提到说 这是西洋人过来的 所以那个看法 我是持保留的态度 因为这个 而且在上面的 在这个 在好像我记得 在博物馆里面 也是凤毛麟角 这种状况非常稀少 北京故宫好像 北京故宫有一件事永乐的 是不贷款永乐的 那个气型比较拘谨 就像永乐 永乐的那种 怎么讲 很优雅很美 但是没有 薛德的这么放得开 薛德他是个艺术家皇帝 而且他说国力已经顶盛了 他比较喜欢挥洒一下 加上他的个性 他也喜欢 大家知道 除了他文字武功强盛之外 他又喜欢斗西算 又喜欢什么 那个叫做 支骰子 支头子 那个叫做 我们台湾人叫做 十八啦 十八啦 这争十八点最大 还有争豹子 秦一色的豹子 因为他喜欢玩这些东西 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性格 他又画了一首好画 所以他的那个瓷器 或者是他的那首的薛德鲁 都是后代争先收藏 不管你什么收藏家 你只要有一件 薛德青花池在手上 基本上你就是什么 你就被归类为什么 收藏家 而且是有水准的收藏家 薛德鲁也是 薛德鲁也是 他也是 就在历史上 历史就是历朝历代 都有在追谋 所以很多的寄托款 那是薛德鲁有寄托款 但是我们的清花池 清花池是比薛德鲁更要严谨 因为它是属于官窑器 所以官窑器就在宫中 它有记录 它有一套它的系统在运作 所以说你说瓷器跟铜器 当然是瓷器略高一等 因为站在这种 它整体的这种系统上 它是比较制度化 比较系统化 就是说在国人或者在世人的心目中 它是具有相当的分量 它就代表皇帝 它就代表宫廷 它就代表御用 所以我们今天这种状况 是有宣德色彩 而且有宣德落款 曾经好像马威路先生 在很多年前 我看人家转传了一篇文章 他说状况都没有款 不管是真的仿的都没有款 这话是讲得稍微over一点 因为我们陆续在出土的东西 都发觉不是那么一回事 还包括壮观 博物馆的壮观是白柚底的 它有的壮观 后来发现 它是沙底的也有 不是没有 所以我们有些什么东西 它都是越到后来 大家就真相 就越来越明朗 当然了 历史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 我们继续看下去 才是比较客观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是宣德 宣德优款 极为稀少 尤其是他画着 诗文 你看他那个诗文很可爱 扑服在地上 这是标准的明朝 明朝就喜欢有这种动作 扑服在地上 还有包括 还有什么 麒麟文 也容易有这种动作 因为到了清朝 清朝就是有点在 有点宣扬国威 那样扬得高高的 就是比较有齐人的那种 就是明朝是纯害人的 害人讲究的是什么 虚怀若骨 虚怀若骨 他那个姿态上 还会放得比较低 可是我们知道 老虎蹲的地 是代表什么 他要往更高一层 跳跃 所以他有这种 虚实之间的这种变化 你看清朝他就喜欢 扬得高高的 这个跟民族性 跟他每一朝代的习惯有关 你看这个狮子 扑服的那种 标准的明朝的动作 再看另外一只这个狮子 另外这个狮子 哇 那个就展现霸气了 而且戴翅膀的 有意义的 所谓叫意兽 不是奇异的意 就是戴羽翼的这种兽 你看那个狮文 多霸气 画得多大气 我给你们照一下 各位看看 那个狮文 是不是身上 而且它还有那种什么 墨缝五彩的这种 分色都用出来 所以这是一件 非常具有历史传承性的 所以到了成化的青花 是不是就有一点这种味道 但是它又不具有这种霸气 这种霸气是 有缺止气上才有 各位看看 这个狮文 看看这个狮文 真的是 极美 我敢说极美 现在有那种水墨 具有那种水墨 那个小笔涂抹 小笔涂抹 然后墨分五色的分色 再加上你看它颜色 深的地方有结晶斑 浅的地方呢 带一点棉絮状 对了 这就是我之前讲的 鉴定成化青花的一个要件 事实上都其来有致 不是从成化才开始 其实从宣德 从宣德就有了 成化如果学他爷爷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些色彩 因为我们看到 除了这个两只狮子 两只狮子围绕的什么 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狐狮 山狮啊 还有两朵 是吧 很 画得很漂亮 很生动的 花开富贵 这个牡丹花 你看它多雅 雅 它整个是个远景 你看它像 下屋这边呢 还有些花 小草 洞石 还有一些云彩 各位看到没有 还飘一些云彩 云纹 还有一些远山 丘陵 有高低起伏 它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景 非常非常的美 非常的美 而且 各位注意看没有 还有两只什么 很生动的小蝴蝶 小蝴蝶 蝴蝶在向来 在中国宫廷之中 都代表一种浪漫 代表一种活泼 代表一种春天的气息 也代表的是一种浪漫 不是中国大陆 之前有一首很流行的歌吗 两只蝴蝶吗 唱的就是什么 一种情歌的浪漫 整体再欣赏一遍 再转一遍 这很难得 非常非常难得 我也只有宝贝 存在这么一件而已 好 我现在把它这个整体的文式 再给各位介绍一下 文式给它的形式 它的气形 它的气形就是 所谓的短颈 短直颈 短直颈 然后什么 小斜肩 小折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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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什么 筒身 像个筒一样的身体 然后竖颈 然后到了颈部的时候 往里面折 折收 而圈竹 圈竹带一点 稍微高一点的圈竹 因为它圈竹的高度 跟颈部的高度 差不多对的 而且它的 上下的 静 就是 缺珠的静 跟那个 气口的 静 是一致的 而它高度也一致 所以整个看起来 它就像个小钢炮 有点无懈可击 无懈可击的一个小钢炮 但它的盖子 要很宝贝 一般博物馆的 我看都没盖子 都没盖子 当然是后来景德镇 它在 珠山那边后来又出土了几件 残器 所以慢慢慢慢就发觉到一些真相 所以我们太早去下一个定论就是不好 我给各位再欣赏一下 这真的是非常美又很难得 看看这边 不一定要看款 看这只狮子 这只狮子我特别喜欢 另外那只是带一点卡通 带一点成 就是成化的色彩 我想那只就有霸气 它可能是 取其一公一母 这种在 就得带那个 斗乐的那种 而且花开富贵在眼前 就是 国力强盛到了顶点 我们就有能力去斗斗西涮 有能力去斑拉去玩玩之头子 我们有能力在什么 在一个充满情趣的园景里面 两只什么 朔壮的狮子 而且狮子现在是代表好运到 有一句话叫狮子滚绣球好运在后头 就是说你接着就好事就会发生 就是狮子在中国人心目中 从汉朝引入 从非洲引入 他就一直跟国人 甚至包括佛教界 宗教界 都把他视为一种什么 神圣的 一种神圣的 一种神兽 一种神兽 所以狮子 我们为什么过年过节 五诗啊 五龙五诗 所以诗跟龙 它是甚至于 它是并驾齐驱的 在我们心目中 所以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件的神器 而且它的文士我要讲一下 宝珠鼎 这边我有一百倍的放大镜看过 里面那个结晶 包括它那个气泡都非常漂亮 因为我本来怀疑 这个盖是不是后配 本来怀疑这个盖是不是 是不是清 有很多它都是明朝的 包括一些宫里面的气泡都是这样 明朝的身体 然后 清朝后配的盖 我本来是有这么怀疑 但是我仔细对照一下 它的那个胎幼跟它的气泡 是上下一致的 因为这就没问题 这是原配的盖 好了 宝珠鼎在下面 这有四朵折之莲 折之莲花 接着一圈是吧 忍动纹就是一圈卷草纹 然后再下面 锦部的地方呢 就是锦纹 锦纹 就是锦 就是千生四锦的这个锦 锦纹是我们中国 向来在织绣里面的一个 重要的一种纹饰 那个 接着肩部 它在它折肩的地方 会残之什么 残之灵之 残之灵之如意 接着再下面 就是它整个的一个什么 主体纹饰 它是 这是一个通景画 很漂亮 还带有大明宣的莲子款 好 再加上它的进步 就是往里面折搜的这个进步 画养莲纹 养莲纹就是巴纳 每个养莲纹里面 还画一只朵花 非常漂亮 很华丽 你用一百倍放大镜看上去 哇 像个万花筒一样 那有的人说 不要用 不要看气泡 看不看气泡 其实我们 都不要客气了 我们持续搞几十年的人 没有不研究过气泡的 只不过你 你到了成了师傅级之后 有些时候 喜欢跟下背景 不用 我不用放大镜 我眼睛看就 对了 我们现在几十年的经验下 我们可以肉眼去辨识一些东西 但是 你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那放大镜还是少不了 而且你在 你要看一件完整气的时候 你必须要 看他的宏观之美 还看他的围观之美呢 他的围观之美 就必须要透过放大镜 然后看一下 就万花筒 那个气泡啊 所谓的 巨峰船舟也好 除了气泡 还有一些经历 然后那个自然的散步 给你感觉非常非常美 美美美 自己去 到时候有机会自己去体会 他的那个圈竹 画的是什么 回字纹 辅寿万代 好事永远一直怎么传下去 这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壮观 他一个整体的气形 跟他的文师 不过我想最后 我拨一点点时间再讲 为什么叫做壮观呢 他们说 除了外形壮之外 还有 有清朝学者也在研究过了 还是跟那个大壮观 异议而来 好 我们今天既然大师说致敬 我们就讲到这个大壮观 一经六十四观 你们第三十四观 讲的就是大壮观 所谓的雷天大壮观 雷在上 天在下 一个镇 一个钱 构成了大壮观 大壮观 你说中不中 当然重要了 我们住的房子 在国人房子 一经讲究 细子传讲究的十二大发明 雷四的发明 阴阳宅的发明 船舶的发明 经商的发明 它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都是先生先前 看到易经的卦象之后 然后他在什么 做一些发明 启发的灵感 这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 我们 我们 洋宅 我们在教洋宅的时候 也经常引述大壮观 大壮观是什么 利争 它的这个挂词 就是 就是你利于兼真 利于走正道 你盖个房子 你也是必须 当然现代的房子 因为 现代的科技发达 可以各种不同形状 变化 在古人来说 房子一定要方方正正的 你这样才牢固 是吧 所以他古人讲 善古的时代 古人是什么 血居 是血居 后来 有的先生谢谢 根据大壮挂的精神 所谓的上洞下雨 盖了房子 上面有洞梁 下面四周围有墙壁 以壁风雨 风雨是代表什么 它挂下 正挂在上 正代表雷 正为雷 雷雨在外面 我下面有个前挂 属羊的 羊刚之急的一个房屋 保护着我们家人 保护着一家人 所以叫做什么 大壮挂 顾位之大壮 就是这种 有了这种大壮 外面的 就是上挂的这个雷 这个雷雨 就侵犯不了我们 因为我们下面有个前挂 保护好前挂 就代表着一个房子的结构 整体的形象来说 就是代表着什么 我们已经讲到这种 洋宅学的这种精神 我们这个大壮挂 似乎也有 我们这个壮观 要是做这样的一个解读 我们人在四强 我们人一定要先把自己 拱护好 先把自己坚强起来 就像明朝初年 永乐宣德时代 把自己国家强盛 把自己政治清明 你看那时候 他也很讲究莲花 伊树莲 为什么叫伊树莲的盘子 伊树莲的什么瓷器 他就要你围观清廉 他要你立志清明 然后军力又强盛 他能够北伐 把蒙古人赶 就是赶到边界 他整个国家底定了 从全力发展经济 然后到国外 国外去做经济交流 而且宣扬国威 他实际上 他是有步骤的一部分 这完全体现在 一个什么 大壮挂的精神 但大壮挂 你不要欺负人 现在老美就有点那个味道 人撞击的时候 阳刚过急的时候 over的时候 就容易什么 不伤人 所以大壮挂 他的窑词 他的出九窑 是什么 壮于指 壮于你的脚上的大拇指 就像我们前挂甲 你浅能无用 你才刚刚什么 少林寺你还 刚学了一天武功 你还过不了十八头人像 你还是省省吧 你就继续在苦练 壮于指 他不利于你 你向外发展 到了九二窑的时候 就开始 有一点成就感了 九二窑的时候 就开始比较好了 可是你到了九三窑的时候 又要小心了 九三窑的时候 你会了一点武功 你到外乱冲乱撞 就像个羊 九三窑开始就用那个羊 一路都用那个羊来形容 你这个羊去乱撞 但是我讲 你小人 所谓的小人 你就像个羊一样乱撞 我君子 我不跟你计较 我就是用这个 一个梵梨 把你这个羊 挡在那梵梨之外 这样的一个经历 但是越到后来 就到了九五 六五窑的时候 六五窑的时候 就要小心了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在民国八十一年 民国八十二十多 二十多 快三十年了 写过文章 那时候第一次 不完战争 小布希 他老爸老布希 那时候打了海山 出兵 所以我那时候 就写一篇文章 提醒 我说 我用大壮挂 用大壮挂来看 两一战 就是 不完战争 就美国太强势的 驱入之后 你适度的 你主持公道就好了 但主持公道 它说明只是 它那个幌子 它继续深入 它是为了石油 或者为了经济利益 就展现出那种 什么的 那个大壮挂的 不好的一面 大壮挂跟讲 你要自己壮了之后 你要力争 就像我们永乐宣德一样 我不去欺负人 我壮 而不是壮 那才是真正的一个 泱泱大国 我们中国为什么 称之泱泱大国呢 称美国绝对不能 你称美国 或者以前 十九世纪的英国 或者在之前的 西班牙无敌舰队 从来没有称为 泱泱西班牙 泱泱英国 或者泱泱美国 为什么 就西方 它是一种 讲究的这种 霸权主义 好 那时候 两一战争 他就注入 所以我那时候提醒 小新呢 就会像 已经 第三十四卦的 大壮挂的 大壮挂的上六窑 上六窑 上六窑 讲的是什么 底阳处翻 底阳就是北方的那个大阳 大脚阳 大脚 大脚 底阳处翻 你的脚再硬 再厉害 就像 但是你去硬去撞 想去伤别人 硬去撞 脚被勾在了什么 那个围离上 被勾在围离上 不能退不能随 你动不了 进也不得 退也不得 所以你会欠一种 尴尬的局面 所以那时候 两一战争 后来 就大小不息的 在这两场战役 一直是美国心痛之痛 你看他现在电影 也经常在演 演一些反思 对波安战争的一种反思 说人家有回味性武器 把人家每一顺土地 都扫描过了之后 并没有发现 就是 完全展现那种霸权 而且是很low的那种霸权 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现代的战争 我们还是 从两一战争 唯一收获得到的 就是知道 现代战争的可怕性 现代的战争 你看我们现在 电视上有时候影片 他没有前方后方之分 就像 他打那个战争 他高科技 用那个精密武器的战争 就有点像 在荧幕上 他打那个电玩 有点类似这样子 所以 真的真假虚实之间 有点虚拟实境的这种味道 所以 容易迷惑人心 所以将来 这一点我们有空间 我们在时间再来探讨 不过总而言之 大壮挂 我们一定要做到力争 然后让自己正 让自己强 但是要让自己正 展现我们的洋洋大度 展现我们的洋洋的这种 不要什么 动不动就欺负人 当然了 以大事小 我们古人就讲 以大事小要什么 以人 以小事大要以智 你小的国家 你也不要没事去烧别人 然后去烧别人 人家真的一个拳头过来 你挡不住的 你那挡不住的 你那时候弄的国破家亡 覆潮之下无完乱 所以大家还是小心一点 不要去撩拨一些什么东西 那你一个泱泱大国呢 你要展现 不要光展现你的霸权 你要展现你的一个 比如说像哪里有难 非洲有难 或者像中国哪里有难 你要是首先 你要能够辞员人家 你要去帮助人家 就跟早期台湾在蒋经国时代 有什么非洲农耕队 非洲什么医疗队 你要从这种角度 我们虽然台湾那时候 不是泱泱大国 但是我们气度展现的 有泱泱大度 所以这一方面 一定要一定要切记 不管是中国大陆 现在正在崛起的霸权 跟美国已经是什么 强盛了一百年的霸权 没有永远的 强盛 从我们意境的角度看 没有永远的大壮 为什么会形成大壮 大壮之前一个卦是什么 我们说序卦 第三三卦就是盾卦 这隐盾 你就是你的 不受到重用 或者是你的气态虚 或者是不逢其时 你除了隐盾 隐盾久了 我们那个 卦象上就提到 你隐盾太久 是不可久盾 你不肯永远藏头说脑了 是 所以记之以什么 大壮 让你去斩落头脚 但是你大壮斩落头脚之后 你戒壮了自己之后 千万记得 不要去伤人 否则你就会陷入 抵扬触翻 不能退 不能随 这种窘境 好 今天跟各位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